那休旅車從車庫倒出來 沒注意到後面 停著一輛轎車硬生生撞上去 小客車被撞到路邊 但休旅車沒停下來繼續倒車 一路通過對向車道 往後方再撞上另一台 微停的休旅車 接著又推撞五台機車 事發現場兩台白色休旅車 背對背朝著不同方向 兩台車的車尾有多處毀損 一旁的五台機車 就像是推骨牌一樣倒在路邊 很緊張 它那個差不多3至5秒的時間 從那邊到這裡 倒到這邊很快 然後這一台的車尾 就整個都冒下去了 倒車連撞車禍 就發生在新北泰山 明治路上的一間獸醫院 50歲造星女駕駛 從車庫開車出來 每注意到後方小客車 倒出來時硬生生撞上去 接著又衝過對上撞微停的休旅車 再推撞五台機車 他可能嚇到了 他當下應該是嚇到了 應該很快 因為他也是怎麼講 他運氣也是很好 車子壞掉而已 如果按照平常的話 有人在這邊運動的話 那人一定是完蛋了 造星女駕駛 因為沒有造成其他人的傷亡 已經和大家私下彈劾界 承諾會賠償車損 至於微停車輛 會掀開一張罰單 他被推撞後又撞了五台機車 有沒有造星責任 還得再釐清 記者李夢長李湘怡 新北市報導 當時